6岁的哥哥姐姐活力十足 迎接2018年第一天的上课日 但4岁的小朋友就没那么开心了 4岁的孩子第一次踏入校园 心情难免紧张 马来西亚槟城四所慈悸幼儿园的开课日 孩子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独立 第一个星期一当然小朋友 他们对这个环境还不是很认识 很陌生 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制造一个 让孩子感觉很友善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会很喜欢来上学 第一个原因我放在我儿子里 是因为我希望他学习他的质量 当然我希望他在生活中有更好的 当然我相信他在他上评 也就是要花点时间 让他学习和学习 到了入学年龄 孩子就算在不舍 父母也只能把爱化成祝福 让孩子慢慢长大 我希望他在这里可以跟老师 跟学生们结善缘 然后在这里好好地学习 开心快乐地生长 学习独立不容易 但小朋友并不孤单 因为有一群粮食亦友 一路相伴 打赏新闻 刘智元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新闻